人的贪心会繁殖的 所以很多人拥有一点点 说我贪一点点 实际上慢慢的在心中它会繁殖 慢慢的会越贪越多的 得不到的时候心里就会烦恼 得到了之后又会拥有更多的烦恼 因为他会失去 所以他就是多少人 为什么房子好了还要买更大的房子 不停的借钱成为房奴的原因 台长告诉大家 从前有一个特别爱财的国王 有一天他跟神祈祷说 神啊请你交给我一点点金术吧 只要让我的手艺伸出去碰到的摸到的东西 全部把它变成金子 我要使到我的王公到处都有金碧辉煌 神看着他愚痴的表情说 好吧 于是第二天 国王刚起床 伸手摸到自己的衣服 突然变成了金子 他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他要吃早餐了 伸手摸到牛奶 牛奶也变成了金子 摸到面包 面包又变成了金子 这时候他才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因为早餐吃不成 肚子也开始饿了 他每天上午都要到皇宫的大花园去散步 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 看见一朵红玫瑰花 他非常的喜欢 情不自禁的上前一摸玫瑰花 立刻变成了金子 他觉得有一点遗憾 这一天当中 只要他一伸手 所触目的任何物品都变成了金子 后来他越来越恐惧 吓得不敢伸手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已经饿了一天了 到了晚上 他最喜欢的小女儿来拜见他 他拼命地对着女儿说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但是天真活泼的小女孩 她像往常一样 飞快地奔到了父亲的身边 伸出双臂拥抱了他 女儿变成了金像 这时候国王他再也不想要这个点金树了 他跑到神这里跟神祈求 神啊 请您宽恕我吧 我再也不贪恋人间的金子了 请把我心爱的女儿还给我吧 神说 那好吧 你去河里把你的手洗洗干净 国王马上到河边 拼命地去搓洗双手 然后又赶快去拥抱女儿 女儿又变回了天真活泼的模样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需要财富 我们更需要的是亲情和慈悲的爱 如果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人来看 你也大不了就是一个感情的动物 为了利益 你会跟别人争 跟别人抢 为了利益 你会小气 你会忍没 你会割断你的亲情 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 如果你用人的吝啬 你会失去很多人间美好的回馈 有人问台长 台长 有些人一辈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贵人 而我没有呢 台长告诉你们 去帮助别人吧 等到别人回过生来 帮助你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贵人来了 谢谢大家